大家好 我是屏東基督教醫院的藥師楊志明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兩種鼻噴劑的使用方式 一個小叮嚀在使用前 我們都要今天將雙手洗乾淨再來使用鼻噴劑 第一種我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艾敏式鼻噴劑 這個鼻噴劑它是含有類固醇成分的 一般我們會建議用在兩歲以上的孩童 青少女或成人的過敏性鼻炎 簡單來說就是如果您是長期在過敏 或者是過敏而會比較使用艾敏式的話 可能會達到比較好的治療效果 在使用艾敏式之前 因為它是屬於懸浮抑制劑 我們必須把這個藥快速的均勻的 搖勻約10秒 之後我們打開瓶蓋 然後手握鼻噴劑 將鼻噴劑對準我們藥的鼻孔 然後用手指按住另外一個鼻孔 然後同時壓下按鈕 壓下按鈕的同時我們吸氣 然後將藥瓶移開 然後用嘴巴吐氣 那同樣的動作呢 我們再做對另外一個鼻孔 來做給藥的動作 那這樣就完成了我們給藥的方式 那在使用完之後呢 我們就用乾淨的面紙 就是將這個噴嘴呢 擦拭乾淨之後 將這個瓶蓋蓋上就可以了 那如果您還有任何的 在這方面有疑問的話 歡迎您來醫院洽詢醫師 或到我們的藥局 來洽詢我們的藥師 謝謝您 屏東七五教醫院 關心您的健康